万化什么宇宙出现了 我出现了 我是正宝 宇宙是一宝 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同时出现 这宇宙出现 诞生了 多少时间呢 一刹那 佛在大经上 说我们 我们六道凡夫 一念不觉 二有无名 真意不觉 就在长济光 自信里面呢 出现了一个 阿赖耶 阿赖耶里面 有像了 这就是惠能大使家的最后的一句 何其自信 能生万化 万化什么 宇宙出现了 我出现了 五是正宝 宇宙是一宝 宇宙是一宝 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同时出现的 这宇宙出现 诞生了 多少时间呢 一刹那 这一刹那是形容其短 时间的短 短到什么程度 我们 无法想象 现代的 尖端 量子力学里面讲的 小光子 它存在的时间 非常短暂 现象什么 就是那一个小光子里面 有物质现象 有精神现象 虽然有物质精神现象呢 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要怎样才能看出来了 一定要这个 这一种现象 那个一念 那个念头的 意念的现象 要很多念头累积起来 我们才看见 才看到物质现象 从物质现象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精神现象 这个物质是 这物质能看 能听 能懂得人的意思 他自己也有意思 他也懂得 一切万事万物的意思 他通的 他没有障碍 他通的 他没有空间 他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他给任何物质 没有距离 没有时间 他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完全在当下 这是长级光里面的状况 可是念头一动 长级光没有了 长级光没有了 叫无名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有无名啊 无名从哪里看呢 你看看我们居住的环境 如果把太阳拿掉 把月亮拿掉 把灯拿掉 是什么样的环境 一片漆黑 这就叫无名 主要知道啊 如果你明星见星了 不是这个现象 啊 通通通都拿掉一片光明 啊 这是自信的性光 自信的光明 是永恒的 啊 是不生不灭的 我们现在是无名障碍了光明 不是我们的光明没有了 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长级光 啊 只要我们急 光就现了 急是什么 急是 心里面一个念头都没有 啊 这个急的意思 就是说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全都放下了 啊 都没有了 这个急光 才现起 啊 如果我们只是说 执着放下了 啊 了不起啊 执着放下六道就没有了 啊 六道从执着来的 啊 分别放下了 分别放下了 四圣法界没有了 神万 原觉 菩萨 佛 这个没有了 这四法界都没有了 啊 出现什么 出现了 世报 庄严图 啊 那是 法身菩萨 祝福如来 他们所 居住 活动的 环境 如果 其心动念 都没有了 啊 念习气 都没有了 那就完全 回归到 成绩光了 回归了 世报图 也没有了 啊 我们听到 科学家的报告 啊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科学家也实在是很了不起 我们不能不佩服 啊 怎么比不上别人 他们发现 宇宙啊 宇宙很大了 现在 我们能观察到的 能体 能够体会到的 只是整个宇宙的 百分之十 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宇宙 到哪里去了 很多科学家呢 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由 两种 两种 解释 一种呢 这个空间确实 有围次 啊 他们又把围次放进去 我们能够探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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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能观察到什么 三度空间了 四度以上啊 我们就 见不到了 啊 高围次的空间 见不到 这个围次 在科学里面说了 从理论上讲 是没有限制的 啊 是无限次的 啊 新年代科学家 真正能够用科学证明的 以前 黄念祖老基督 告诉我 至少有深一度空间 存在 啊 是见不到的 那另外一种 是佛家讲法的 啊 你比如一个人修行 啊 从我们这个 人道 啊 啊 修得很好 修得很如法 啊 他来生到天道 啊 天有 一阶天 四阶天 五四阶天 啊 一层一层 往上提升 啊 到处聊 六道轮回 啊 六道之外 有声闻法界 圆九法界 菩萨法界 佛法界 这都是不同位置空间 啊 啊 明心 建信之后 是法界没有了 啊 真正觉悟了 我们我们这个无量寿经 经体上讲 清净 平等 主 啊 诸佛如来的 诸佛如来的 石包庄园图 如果无名的习气都断了 石包图 也不见了 哈 所以 佛在波瑞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啊 连石包图 都在内 都没有例外 啊 那当然讲 回归 长济光了 啊 回归 长济光 没有了 语度没有了 那 这是佛法里面的解释 这个解释 很圆满 啊 你从长济光 变现出来 最后还回归到长济光 啊 长济光 什么都没有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朗 朵 大 语 好